一部三国 快制人口的全谋故事 精彩分成的战争场面 让人目不暇接 许多桥段已经成为流传千古的经典 是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话中心 像三国演艺卷首词说的那样 古今多少事 进覆笑谈中 大人物们纵横百合博弈之时 勾心斗角之后 时不时会发出对敌人由衷的赞扬 或从另一面表现出人性的复杂 这种惺惺相惜的作风 曹操表现得最为突出 早在刘备还在他手下混饭吃的时候 面对阴阳和朔的袁绍 雄具精楚的刘表 曹操都用最轻蔑的口吻 说他们不值一提 唯独对唯唯诺诺的刘备极为重视 主九论英雄时对其推崇被制 让大耳朵刘备更是名满天下 天下英雄 唯使君与操尔 这阵龙发聩的论断已经发布 地球人都知道 刘备才是曹操的第一对手 可他还是放他走了 如同放走刘备手下第一大将关羽一样 让你们去吧 这胸襟气度的确非英雄不能为 刘备带着这个标签 经过后半生 坚苦捉绝的斗争 终于修成正果 成为曹操最大的敌人 和曹操的赞扬起的鞭策作用 是分不开的 曹操对另一个重要对手 孙权的表扬一样 成为千古美坛 几次征讨孙权未果 见吴君承传来去自如 君容肃整 感慨万千 说道 生子当如孙仲谋 我要是有个儿子 和孙权一样就好了 一时把孙权拨到同等的高度 予以充分的肯定 这句话精心气急 写尽他的词 南乡紫灯 京口北不停 有怀更是成为 妇如皆知的典故 孙权对曹操的钦佩 也是不言而喻的 东吴有个卷戒之臣于藩 是孙吴公司里的一个刺头 屡屡得罪孙权 以此孙权大怒下 要杀他 手下人苦苦相劝 孙权的回答很有意思 曹操还杀了孔荣 我杀个于藩有什么 在他的前意思里 大约存在世事 要和曹操做个比较的心理吧 三国的后期 书中主要人物 是诸葛亮和司马懿 诸葛亮的才能和道德 让他成为千古流传的榜样 民间故事智慧的化身 无数知识分子渴望 成为第二个孔明 或者自诩为当今诸葛亮 当时的对手们 对他的评价 可以看出这个人 有多么的伟大 司马懿终于 把诸葛亮拖倒了 当他进入 诸葛退兵后的迎战 长叹一口气 天下奇才 包含着钦佩无奈 和如是重负的复杂感情 或者还有点失落 再也没有这样的对手了 中会伐蜀到定军山 诸葛亮墓地 禁止军事在坟墓周围 放马砍柴 并到墓前祭祀 表现了对敌方统帅的 十足的尊重 还有两个人来自蜀国的内部 都是蜀国的反对派 被诸葛亮 贬折到底层的人物 对诸葛的态度 一样的体现了 诸葛亮这个人的无穷魅力 即所谓李平致死 料理垂青 李平本名李延 是刘备入主西川时 挥顺的刘张旧步 才能卓越 深受刘备诸葛亮的赏识 在短短的数年间 平步青云 得到迅速的提拨重用 到刘备白帝城脱孤时 李平以上书令的身份 和诸葛亮一起成为脱孤大臣 已然是蜀国举足轻重的 一个人物 后来犯了错误 诸葛亮将他贬折成平民 他自始至终认为 自己是诸葛亮最合适的副手 是诸葛亮的接班人 相信诸葛亮一定会在将来的一天 重新启用自己 听到诸葛亮死的消息 李平绝望了 再也没有会用得起他的人了 一急一失望 居然死了 长水校尉料理一样 是蜀国了不起的人才 处置人才 庞统和料理 这是诸葛亮的评语 和不少有本事的人一样 眼睛长在头顶上 世财傲物 狂妄自大 瞧不起大多数的同志们 在群众中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诸葛亮为了稳定队伍 把他发到乡下去种田 料理倒不在乎 他和李平一样 相信有一天领导 还会让自己工作的 他亲自率领一家老小 在乡下开荒种田 突然得到诸葛亮去世的消息 这个被诸葛亮打倒在地的自信的人 哭了起来 我只有老死在这乡下地方了 这些赞誉和尊重 更是体现出诸葛亮高尚的人格 和卓绝的才华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 在一大堆包扬诸葛亮的才能后 委婉小心地提出批评 应变僵略 非其所长 这八个字 后来被人用来评价晋朝的耕亮 耕亮开始很不高兴 朋友一句话 让他得意起来 这可是陈寿评价诸葛武后的话 一句贬义的评语 应用在孔明身上 成为后人得意的标签 佩服赞誉对手 是一个开阔时代 开阔人物才有的风度 汉末未出 人才辈出 光明磊落的行径 大行其道 才有许多这种表扬对手的佳话 流传至今 这期间蕴含的真正内涵 和大气的分量 值得老是在单位里骂对手 愿领导的我们好好地学习一下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